各位委員 各位列席的官員們 主席幫我請曾主委 還有交易所 還有貴買的兩位董事長 請曾主委 還有李董事長 還有吳董事長 國務員好 主委好 我想你主管台灣的金融 當然希望舉例股市 我們當然希望股市好 也同樣的就好像經濟部長希望台灣的經濟好 絕對沒有說經濟部長不希望經濟好 財政部長或者經管會主委不希望股市好 當然我們希望股市好 所以你最近提到這個揚升方案有15項措施 我個人都非常支持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主委 這15項措施大概陸續在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實施 跟委員報告有15項措施裡面陸陸續續 從2月初公佈之後有一些目前已經在做 陸陸續續 基本上很多的項目希望在年底以前能夠全部完成 比如說開放股權限制的群眾募資 我們希望5月底前就可以實施 我講逐步還是要穩 不能照鏡 因為畢竟股市股市的動盪對國家的甚至牽涉到國安問題 所以一定要很穩 這個最近有人發這個E-mail給我 他說你們讓股市的漲跌幅加大 是在坑沙散戶 圖利這個期貨選擇權的族群 我利用這個機會 可不可以對他們說清楚講明白 跟委員報告 其實把它開放從7% 擴大成10% 其實不管是散戶也好 或者是大戶 或者是像法輪也好 其實是處在相同的基礎在做交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假設某一個主力要炒股的話 本來鎖定特定的對象 本來7%還比較容易 現在擴增成10%還相對不容易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有配套 第一個會宣導 第三個就是它的整戶的擔保維持率 會從20%提高到30% 所以我們這個也有配套 所以會進行向外宣導 另外跟委員報告 其他國家比起來台灣7% 連大陸都10% 謝謝 我非常清楚了 但是我剛才講說 有人傳Email給我 所以我才利用這個機會 希望你說清楚 他說他 我猜他是個散戶 他可能是對他覺得 對他相對是不利的 說你們這樣子只是 圖利的券商 圖利的這個期貨 買其貨 選擇權的人 所以我是覺得像聽到這種聲音 我們就需要事實的 更讓社會大眾 尤其是股民 散戶的股民 讓他了解 他該注意什麼 而且他所講的不是事實 是 好不好 我想利用各種的機會 尤其像我們站在後面 兩位董事長必要的事實 把這種訊息跟他講清楚 當然對交易所而言 我們希望股市活絡 我們對交易所而言 希望他的獲利能夠增加 但獲利也是要繳稅的 對國家整體財政是好的 但是對散戶而言 他當然希望他的風險小 他的獲利增加 對這方面我是覺得 當你這15項措施 逐步要實施的時候 要讓股民充分的掌握住 這樣子的資訊 也就是你們要做到的 就是資訊要充分的公開 是 充分的揭露 是 謝謝 還有我想 當然當一個措施的改變 也就是說一個現況的方法改變以後 很多人不清楚之外 還有很多人會利用這個機會 去可能去坑殺散戶 因此像股市的什麼名嘴 我們打開電視每天看 從這個什麼57台 58台 這些還有後面好多台 如果說有股市民嘴要坑殺散戶 違反這個證交法 這個是一五五條 這些就不要客氣囉 是 事實的該制止他們就要 就要制止他們了 對不對 謝謝委員 我們一方面會來加強宣導 另一方面有關不法的家義 我們也強力查忌 對股市民嘴不能客氣 對不好 我要跟著 對有惡劣 有企圖心 不好的 這樣子的股市民嘴 不可以對他客氣 是 好不好 是 我請問一下兩位董事長 那個主委你請回好了 主委請回 非委員長 羅長 你也是這個資歷是非常的豐富 謝謝 這個對你也非常的欽佩 請問一下 你對我們這個羅民財委員主席 每次都講股市破萬點 你有沒有信心 當然我們尊重羅委員的這些高見 但是我想委員也大多了解 我們證券市場 它就是一個平台 就是幫助企業來籌資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保護大眾來投資 所以剛才委員講得非常正確 如果資訊揭露 機制公正 商品多元 來服務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的經濟更繁榮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對 我是想要請教你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期待 每個人都有期待 有沒有信心 待會我第二個問題就問你了 股市什麼時候 你的信心是什麼時候 可以觸及到萬點 我們不要講說一直維持到 觸及到萬點 我想股市的漲漲跌跌是表象 因為我為什麼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這個問題 不想請曾主委回答 因為他是主管單位 他回答人家怕 你是在炒作股市 你是很客觀的 你是很客觀 你是一個Play4 你是一個平台 對 有這個上市公司 上規公司來 然後你們負責交易 你要保護投資人的權益 對不對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 不是給金管會打分了 就是金管會這15項措施下去 你認為股市會不會破萬點 基本上來講今天非常 其實現在股市 大概已經九千五九千六了 維持一段時間 我們看股市會這二十年好了 滾養到股市的大概就是金融風暴 或者是哪一個大的公司出現什麼問題 或者是我們正所稅的措施不當等等 對不對 那當然 這種狀況當然 資訊揭露 對 舉例對歐洲 希臘這些國家出問題 但是他們的貨幣寬鬆 可能又會彌補這些問題 你們隨時要 monitor 隨時要監控他們 這個是你們 兩位對資訊揭露 這是你們的責任 對不對 資訊讓他 不管對他的 對整體的經濟 對國際的情勢 還有對個別的股市 各別的個股 對炒作 惡意炒作那些名嘴們 那些什麼金主們 那當然注意 剩下該你們注意的這種狀況下 你對股市上面 你有沒有信心 大家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們就是希望股市能夠健全的發展 你有沒有信心 當然我們對整個股市的發展 是有信心 因為我們的基本面很好 上市公司的營收狀況也都不錯 所以我們這裡欲請社會大眾 要能夠用非常透明的資訊 那這樣子 我用另外一種方式請教你了 你認為今年會達到股市 觸及到萬點的機率高不高 基本來講 我想股市的漲跌是一個交易的結果 你看他非常關心 羅密財非常關心 直接回答沒關係 我們都是希望做一個更好的機制 點頭也可以 投資大眾 自己做一個最明智的抉擇 好 回答一次點 我們來請教貴買的董事長 也是我的學長 你對同樣的問題你怎麼回答 報告委員 三個問題各自回答很難拿 三個問題合在一起 三個問題合在一起 你對他的15點措施 你覺得可能不是讓股市揚生好的藥方 報告委三個問題合在一起還是可以答 那新貴市場的IPO的加速在101年有80家 那在去年103年有79家 那今年應該會追上 那我特別關心的一件事情是在金融海銷之前 來站在貴買市場來說 以現在來 這樣子好了 我不想聽你們講學問 大家都很清楚 我非常希望 如同羅迷財委員所說的 股市能夠觸及到萬點 剩下就是今天 曾明中主委提出了 我要讓股市揚生 我們沒講說多少點 他也許認為這1萬2千點 2萬點嘛對不對 所以他提出了15項措施 這15項措施 實際上運用 是運用在兩位交易的平台上面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應該要適時的講實話 這也是你們的責任 會多透明 當這15項措施 如果說有疑慮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提出來 我今天就想要聽兩位 你們到底有沒有提出來 針對這15點措施了不了解 對不對 各位各位是社會賢達人士 是我欽佩的人尊敬的人 但是不是不能 不能只是坐在那邊仰望喔 你們適時的要協助這個證券市場 當證券市場不健全的時候 你們要提出來 要讓社會大學知道 要讓立法委員知道 要讓財政部讓金管會知道 這才是你們的責任啊 好 所以你們沒有講出股市上萬點 平常講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是覺得我不是很滿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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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